為大家介紹這一支ROGIA的Scandal 醜聞 那這個香精版ROGIA的特色 一開始前調 他擅長慣用香檸檬跟薰衣草 作為主軸的結合 那這一次很厲害的是 這一支富奇香調帶出了森林氣息 那我覺得他特別是香檸檬跟薰衣草的結合起來 讓這一支從白天就可以開始使用 那越到了下午傍晚到晚上的時候 你會越來越發現他的柔和跟美好 那過程當中就很像白天洗好澡 在男生上透出這個照感清透明亮的味道 我覺得他在薰衣草的這個香材處理 這一家真的是赫赫有名 試試看